OK,第一題,第一組,關於這個縮排問題你們有什麼看法? 這個麥克風可能沒辦法整個教室都繞一遍,所以我等下會放下來,然後回來幫他們再繞一遍。 所有的反應也是,因為第三組不是節儉的,然後還有少許大問題的空間, 但無難問題我只能為有不同一個答案, 我只能為、君嚇壞人一點, 所以,我只能為我只能為、這裡是、 case 、 主席、 搭載人, 拜託,ああ, 為… 齁, 今天,公司,我只能為、公司, 封門征人, 我們不可以在這裏,我只能為,公司有、公司的進食方園, 好,所以第一組是這樣覺得 我們看第一組是他的 我們上次說的就是十四行是傳統的 是分八行跟六行 然後每一半也對分 所以是一個詩節四行 四四,然後下半一個詩節三行 三三 所以你看他塑牌的樣子 第一詩節,凸凹凹凸 然後第二詩節也是凸凹凹凸 但到了第三詩節,就是第九行 他右邊凹凸凸 然後第四詩節 第十二行 九四四,對十二行 凸凹凹 那通常我們說詩的 那個格式變化會反映在他的內容也有一些變化 所以第一組他們也是這麼覺得 第一詩節講的是主角比賽獲勝的情形 那乍看之下第二跟第三詩節都在講說 人家猜測他為什麼獲勝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那第一組有看出這兩個詩節之間好像也有一些差別 第二詩節提供的原因好像都跟就是技術訓練相關 但到了第三詩節 尤其你看第十行 My blood,我的血統 第十一行 Nature 渾然天成的 所以第一組覺得第三詩節確實有一個轉變 就是這邊的人 他們給的理由不是說人家訓練有數 而是說天生就很厲害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可以轉折的點 沒錯 那當然這首最大的轉折是第四詩節 從第十二行開始 How far they shoot awry 人家一側如此失準 The true cause is Stella looked on And from her heavenly face Sent forth the beams which made so fair my race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Stella看著 所以從她天使般的臉 散發出來的光芒 讓我比賽就是才那麼厲害 最後一行那個beams 它是光芒的意思 這才是最大的轉折 大家都覺得說他個人技術好或天神 根本不是 是因為看到恋人在旁邊 有研究顯示男生在舉重 是看到美女的時候 舉重比較厲害 就是能夠舉得比較重 大概類似這種道理 好 所以這一題其他組別有想法要加嗎 要補充嗎 或是有不同答案嗎 好 那我們就非常迅速地進到第二題 第二組 第四十七首 為什麼明明就是Astrophil愛著Stella 卻要說他是unkind 我們可以翻成無情的 背後什麼道理 你們覺得呢 背後什麼道理 你們覺得呢 OK 這個答案蠻有道理的 這個答案蠻有道理的 我們可以看這首 從第一行 What have I thus betrayed my liberty 這個what 是分開來的 你可以把那個斗點改成驚嘆號 什麼 我如此背叛自己的自由嗎 Can those black beams 剛剛講beams光芒 這邊是Stella眼神的光芒 他的黑眼珠散發出來的光芒 Can those black beams such burning marks engrave in my free side 他眼神射出來的光芒 真的能夠如此在我自由之身 my free side 這個身體上面 烙上印子呢 嗎 那右邊有解釋 這個烙印是奴隸的烙印 Or am I born a slave 還是我天生就有奴性 Whose neck becomes such yoke of tyranny 讓我這個脖子上天生就有這個枷鎖 所以他下面也一直在講說 他這個多麼不自由 多麼痛苦 那到底為什麼這麼痛苦呢 到了第九行才開始講 Virtue awake 他是想要呼喚自己的美德 就是美德甦醒就可以擺脫這樣的困境 但是始終換不醒來 Beauty but beauty is 這邊意思是說 見到美 那也只能承認他的美 對他束手無策 所以這個美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他的愛人Stella Beauty but beauty is 這個but我們可以 現代英文會說only Beauty is only beauty 美就是美 這個沒辦法 第四行 I may, I must, I can, I will I do 這個是由弱到強 有一種那個堆疊效果 I do 做什麼事呢 Leave following that which it is gain to miss 我會放下 Leave following就是不再追蹤 不再跟著 所以我會把它放下 放下什麼呢 失去就是得到的那個東西 That which it is gain to miss 失去就是得到 所以他這邊講的就是愛情嘛 他這邊講的就是一直 一直 想望著人家 這個 叫什麼 遠距單戀嗎 所思所想很痛苦 但是又好像得到了愛情的感覺 他一直催促自己 要把這感覺放下來 十二行 Let her go 好 然後我們都知道 這個到了這邊 差不多該轉折了 所以轉折來了 Soft Soft是翻成中文就是慢著 如果你有看古裝劇的話 But here she comes 他來了 講著講著想著想著 終於要蘇醒來了 結果他本人就來了 Go to 就是 他其實這句有點不雅 所以我就翻成一個不雅的中文 去他的 Unkind I love you not 你這個不慈祥的人 我不愛著你 所以他現在是在跟Stella講話 但是呢 Oh me 可以翻成我的天啊 That I 那個眼神 Doth 倒是度的意思 應該說does的意思 Does make my heart give to my tongue the lie 看著他的眼神 讓我的心 跟我的舌頭 起了衝突 起了矛盾 所以我一直講說 我要擺脫他 我要把他放下来 我不要再愛著他了 但是一旦他眼神 看向我這邊 我的心又背叛了 我的舌頭 我講著講著 還是愛著 所以第二組給的答案說 因為他實在就是不想這樣子 就是云船受苦下去的 在那一個時間點沒錯 是這樣子沒錯 他覺得就是人家實在是讓他自己太受苦了 可是當人家本人來的時候 他還是沒辦法 好 其他組對關於 這一題或這首詩 有想要增加補充什麼嗎 好 那我們直接跳到第三題 這首詩 第三組 你覺得 詩人這首詩是認真的嗎 還是他有開玩笑的成分 開玩笑的 Why 為什麼 太噁心了 OK 這是一種原因 還有嗎 感覺他只是在跟人家調情 感覺他不是認真在講的 OK OK 第六組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你們覺得這首詩他是認真的嗎 還是他有在開玩笑的成分 好 這一題分配給兩個組別 兩個組別答案都一致 都覺得主角這首詩 可能不是很認真在講 我們來看 Oh, kiss 啊,親吻啊 Which does those ruddy gems impart Ruddy是紅刃的意思 那impart是賦予 所以他是說 親吻會讓 會賦予紅刃的寶石 賦予誰呢 應該就是 愛人嘛 親著人家就會害羞起來嘛 然後下面也 下面幾行也在講說 就是 親人家 或是想親人家 就是就會害羞起來 第四行 Teaching dumb lips a nobler exercise dumb這邊是陰雅的意思 所以嘴唇本來是不會 這個Stella他不願意說話 所以他嘴唇是陰雅的 那我們主角就說 親吻能夠 讓這個陰雅的嘴唇 有更高尚的 Exercise這邊不是運動 Exercise這邊是使用 所以你嘴唇 你的雙唇 既然說不出話來 我讓你雙唇 有更有意義的事情去做 就是親吻嘛 第五行 O kiss which souls even souls together ties by links of love and only nature's art 所以這邊開始 讚揚親吻本身 說親吻 甚至可以把靈魂連在一起 使用的是愛情的 那個連結 而且這只是 凭著自然所提供的技術 這邊art不是藝術 是技術 也就是說 因為親吻只是身體而已 所以不用寫詩 不用繪畫 所使用的工具 完全是天然自然的 第七行 How fain would I paint thee to all men's eyes 我如此想要把你的美 勾勒給所有天下的男人來看 Or of thy gifts at least shade out some parts 或者是我可能沒辦法 讓所有人看到你真正的美 我頂多能力所及 只能把你部分的美 就是分享出去 gifts 這個是natural gifts 上天賦予的 所以就是講人家的美 所以他這邊 就是在讚揚親吻這件事情 然後又想要把 用自己的雙唇 把人家的美 傳播出去 讓天下男人都知道 但是第九行 But she forbids 他禁止我這樣做 With blushing words she says 就臉紅了 邊講邊臉紅 she says she builds her fame on higher seated praise 她的美名 是建立在更高尚的讚揚上 而不是單純就是 外貌很美而已 第十一行 But my heart burns I cannot silent be 這個這麼美 我心裡都很煎熬 我實在是 就是 想要就是 散播出去 那既然你不讓我講呢 Then since Dear Life Dear Life 是講Stella 就是 珍貴像我人生一樣的 Stella You feign would have me peace 你竟然不讓我 把你的美散播出去 And I mad with delight want wit to cease 而我呢 因為太開心了 簡直就是要瘋了 mad with delight 缺乏足夠的智慧 讓自己停止 want是 lack的意思 缺乏 那其實下面就是有講嘛 缺乏足夠的 那個 智慧 不去講 如果你又不讓我講 但是我又停不下來 那只有一個辦法 最後一行 Stop you my mouth with still still kissing me 你不讓我講 那你只好用自己嘴巴 把我的嘴巴封起來 所以我想這兩組 他们说 诗人之首 应该是開玩笑的吧 应该是调情吧 主要是凭据 最后一行的精神 你不讓我講 那你只好親吻我 不讓我講出去 一聽就覺得 好像在調情 yeah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那 其實 這也告訴我們說 古人寫情詩 也不是完全都很高尚嘛 就是人就是人 不管是幾百年前的人 還是現在的人 總是有七情六欲的 所以這個也是愛情 很關鍵的一部分 不是 它上面確實有提到 什麼靈魂跟靈魂 結合在一起 但是說到底 它其實只要一個親吻而已 好 這一題 或是這首詩 有要補充 或是提問了嗎 不好意思 今天要稍微上快一點點 因為 第二節 你們要跑去 CC305做 閱讀測驗 我有寫信啊 你們有看 學校信項嗎 好 第四題 這一首詩 主角的情緒 第四組 你們會如何去描述 第四組 好 我从第四组远方回来 跟你们回报一下 第四组觉得第87首诗 这个主角的主要情绪 可以说是矛盾 一方面 这首诗是一首诀别诗 所以一方面又要跟他的爱人离别 但是一看着 他的爱人也很难过的时候 觉得说啊 这证明出来真的爱我 所以就开心 但是开心的原因 是因为让他们难过的事情 所以很难过 但是越难过 人家越难过 他自己又觉得越开心 所以就蛮矛盾的 所以我们看这首 这首诗应该是 今天这五首 比较好懂的一首啦 When I was forced from Stella Ever Deer Ever是永远 所以永远对我是很珍贵的 这个Stella这个人 Stella Food of my thoughts Heart of my heart 就是很爱她嘛 Stella whose eyes make all my tempest clear 在tempest暴风雨中 看着他的双眼 我的暴风雨就清澈出来了 By iron laws of duty to depart 因为责任的关系 不能放弃的责任 不能违背的责任 必须要跟他离别 Alas 就是爱 I found that she with me did smart 她跟着我一样受苦 然后第二诗节 就是讲说人家有多苦多苦 我们跳到第十一行 所以她很痛苦 我也很痛苦 但是到第十一行 yet swam in joy such love in her was seen 看着她表现出 这样的爱慕之情 我也觉得开心起来 我躺上在快乐中 Thus While the fact was most While the fact most bitter was to me 那个th撇号 撇号是省略字母 为了符合格律 所以省略一个音节 那个是the 所以the effect 所以虽然这样的效果 在我看来是很痛苦 And nothing than the cause more sweet could be 但同时让她痛苦 这个原因又是很甜美的 所以结论就是 I had been vexed If vexed I had not been 假如我到现在 还没有觉得矛盾的话 我现在就变得很矛盾了 所以第四组说 答案是很矛盾 可以 OK 合理 刚刚下课中已经打了 所以我快速 就是帮第五组 就是讲一下 我们目前看了四首 我选了五首 但这四首 可以看到 都是在讲这两个人的关系 但是关系有微妙的变化 第一首单纯是仰慕之行 人家站在旁边 让自己能够赢得比赛 第47首 又觉得很痛苦 爱着人家 这个 不要放弃 第54首 我们今天没有讨论 但他讲的是说 一般人觉得 要讲出来的爱情 才是爱情 殊不知我如此深爱的Stella 是讲不出来的爱情 第81首 又是带着调情的心情 就是又是赞扬人家美 然后又是要人家亲她 然后第87首 就是绝别的时候 又难过 但是因为难过而开心 又因为开心而难过 的矛盾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是两个人 关系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透过五首诗 看到他们之间关系的 不同面向 不同眼镜 从一开始 不认识远方的仰慕 到了87首 已经要诀别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说 他们应该是 串在一起的一个 sonic cycle 是属于同一个故事的 其实超过100首诗 好 然后你们有空可以想一下 读了这五首诗 你们要如何判断说 它确实属于 第16世纪的作品 我们上礼拜讲 16世纪这个文学风格 跟文化风格 在这五首诗里面 有哪些特征是看得出来的 下礼拜我们要读 五首莎斯比亚的尚赖诗 尚赖诗还好 已经差不多介绍完了 但是莎斯比亚 只有一点要补充 就是我们说 他是英国文学 这个最厉害的作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戏剧作品 这个人物背景 有高有低 有贵有贱 同一出戏 有悲剧 又有喜剧的人数 然后又有浪漫爱情 又有爱人 就是死光了的悲剧 所以虽然是通俗文学 但是他能够横跨整个 就是人生经历 跟就是所有的情绪起伏 在同一个作品里面 而且他凭己之力 居然创造了 铸造了至少五百个新的单字 你可以想想一般人 一生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单字 就很了不起了 莎斯比亚创造五百个 所以在各个层面来说 这也是我们一直敬仰 他是有原因的 所以下礼拜我们读五首 他的十四堂诗 也是讲爱情 可是会比稍微比较抽象一点 人物也许没有那么明显 比较讲的是一个抽象爱情概念 好 还没签到的话 可以来前面签到 我们下一节要到CC305 不会走的话 可以跟着我走 应该英语系的人都要走 英语系大学部的学生官 可以呀可以 好 比 좋아 智光 当时 只要 练习 咨 你看 不 感谢观看